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终 巴斯克雄师拿到惊人的1.5亿欧元收入 最近几个赛季比尔巴尔竞技通过违约金麦人已获得2.21亿欧元的收入 俨然已成为西班牙 乃至欧洲足坛头号黑点 西班牙各位置标王根据马卡统计上图 若将史上所有西班牙球员按位置化分标王 巴斯克人竟占据了11人中的7个席位 且都集中在中后场仅有闲场的迭哥科斯塔 莫拉塔 托雷斯和中场的马塔不是 这里面四人与比尔巴尔竞技有关 其中哈维马丁内斯和科帕 均已解约金离开球队 而伊尼哥马丁内斯和尤里泽高加加林圣马梅斯 在西甲联赛中 球员合同的一大特色 便是解约金条款的设立 就在本世纪初 强队直接拍下解约基罗志心仪球员的现象还并不常见 但这种转会形式近几年明显增多 并已去夏内马尔加盟巴黎位高潮 不过若问这股风潮是从何时兴起 答案恐怕还是2012年下窗时哈维马丁内斯前往拜仁的转会 2012年下窗关闭前夕 拜仁为哈维马丁内斯拍下了4000万欧元的解约金 将这位巴斯克族的西班牙国脚带走 当时的这笔转会 引发了足坛震动 巴斯克雄师已经多年未有大宗转出 上次该队有球员卖出千万身价 要追溯到2006年德尔奥尔诺前往切尔西的转会 哈维马丁内斯在拜仁发挥不错 加盟第一个赛季就帮助球队获得三冠王 哈维马丁内斯之后 第八阵中越来越多的球员 选择以同样的方式加入豪门 2014年 说过除了萨拉哥萨他的清训母队 和比尔巴厄竞技外拿也不去 的安德尔埃雷拉以3600万解约金家蒙曼联 这之后又有拉波尔特和科帕的离开 可以说 自哈维马丁内斯的转会开始 比尔巴厄竞技对核心球员的令潘高之愈发强硬 但其中也有翻车的尴尬结局 2013年 国脚高中风费尔南多列伦特与俱乐部闹翻 号道合同到期签约尤文 为内瑞拉中尉阿莫雷别塔 童年如法炮制 以自由身转会致富勒姆 结果 两人的生涯都在转会后陷入了低谷 几乎人人都知道 比尔巴厄竞技百年来始终奉行 只使用巴斯克球员的传统 正是由于选材范围过窄 球队补强起来并不容易 不过在巴斯克球员中间 他们的号召力还是足够的 小球会的巴斯克族核心 和几家同区球会的明星 一直都是比尔巴厄竞技引员的目标 年初拉波尔特离队时 比尔巴厄竞技马上从皇家社会挖来台住伊尼哥马丁内斯 以支付解约金的方式 伊尼哥马丁内斯的加盟意外却合理 无论对于巴斯克族的成名球员 还是刚展露天赋的未成年新星 比尔巴厄竞技都几乎从不手软 这也让他们得罪了不少邦林 挖角因此变得愈发艰难 2017年夏天 比尔巴厄从奥萨苏纳发来1999年 出生的右边后位阿雷索 导致奥萨苏纳愤而与其断交 皇家社会不少球员的合同中都被添加了反比尔巴厄条款 如果球员想转投得比斯迪 所需的解约金要高出不少 于是 强队中的巴斯克族角色球员 也成了比尔巴厄竞技的猎物 2012年 前锋阿杜里斯已倾仓下从巴伦西亚归来 熟料他将巅峰状态 保持到了37岁 劳尔加西亚加盟后的经历 虽不及阿杜里斯班传奇 却也印证了该模式的可行 而今下从巴黎引进尤里后 比尔巴厄同样尝试过从曼联买回安德尔埃雷拉 而关于巴斯克人的定义 比尔巴厄竞技也常打出擦边球 这也为他们的选材拓宽了渠道 有利扎拉祖 阿莫雷别塔 和拉波尔特的案例 今下罗马尼亚人加内亚的加盟 则已经让人见怪不怪 至于当下球队的阵中 也有黑人球员的身影 伊尼亚基·威廉姆斯 已逐渐得到认同伊尼亚基·威廉姆斯并无巴斯克血统 但由于他在比尔巴厄出生长大 故也被认做巴斯克人 且他也已入选过西班牙国家队 保守派们始终觉得伊尼亚基坏了规矩 使小伙子不得 不多次澄清身份 而为了拓宽选裁面 探索巴斯克球员的定义域 仍是俱乐部的要务 对了 与此前科帕一样身背八千万解约金的伊尼亚基 正是下一个被顶级豪门挖角的热门人选 至于核心球员的连连流失 球迷们的看法也不尽相同 哈维玛丁内斯前往拜人的举动曾招来不少批判 但拉波尔特和科帕的时代 球员得到的则更多是祝福 尽管从比尔巴厄竞技的财力看 他们的队内顶心都在税后450万欧元上下 科帕 拉尔波特和马丁内斯 几乎完爆除了巴萨 黄马 马景之外的西甲球队 球员出走也基本不是为了高薪 毕竟去了豪门也不代表能拿到新球会的队内顶心 薪水增幅并不会太显著 但竞技层面上必巴翔匹迪曼是双雄 拜员和切尔西这样的豪门还是有些力不从心 而随着欧洲足坛挂头的并起 靠设立高额解约机来留住球员 如今也已经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作为毕尔巴厄竞技主席 最近两年 乌鲁比亚因球星的流失招致不少争议 年轻球迷对他的批判不绝于耳 上了年纪的球迷对此却普遍看得很开 事到如此 死咬住解约金已是成功 2017年夏天各俱乐部的债务数额 多年来的低买高卖 让毕尔巴厄竞技盈利不少 而选财范围的狭窄 反倒能让俱乐部把钱用在刀刃上 2017年的数据上图显示 毕尔巴厄竞技的财政 盈于高达9000万欧元 卖出拉波尔特和科帕后 这个数字还将继续增加 西班牙球会中负债者占多数 毕尔巴厄在财政方面具备显著优势 随着逐年增加投入完善清训 下一个8000万先生 想必会很快出现 我们不妨统计下自12到13赛季马丁内斯 被拜仁直接拍下违约金挖走以来 B8近几年的转汇市场卖出情况 12到13赛季转汇收益 4000万欧马丁内斯节约近拜仁 13到14赛季转汇收益 01415赛季转汇收益 3600万欧埃雷拉减约金曼联15到16赛季转汇收益 016到17赛季转汇收益 01718赛季转汇收益 6500万欧拉波尔特减约金曼城 18到19赛季转汇收益 8000万欧科帕减约金 谢尔西最近7个赛季 B8的转汇收益全部来自球员北约金支付 也就是文章开头提到过的2.21亿欧 其余球员离队 皆是自由转汇合租界 百年倔强的比尔巴勒无奈 在新的转汇市场的大环境下周全和坚守 西甲第一黑店的名头 多少有些无奈和戏谑 但巴斯客人决绝地烫出一条新路 你们尽管拍违约金挖人吧 我们会因此更加健康而强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谷阅 转发 打赏谷阅 转发 打赏谷阅